年薪30万这一年 我辞职了 在这家有90个员工的地产公司之中 我任职总经理 在包括我家人的很多人看来 有了稳定的收入 有了地位 在公司里我也有了权利 我成功了 有一段时间我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公司里面充斥着攀比 每个人都想要比别人更加努力的工作 大家都在说自己工作有多么累 昨天晚上工作到多晚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 我也不自觉的想要加入他们 从此我就加入了自觉加班的行列 每天早上起来通勤一个小时上班 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下了班再花一个小时通勤回家 回复短信和电邮 直到晚上12点睡觉 一周七天如此往复 直到有一次特别的经历 改变了我的想法 让我发现了关于金钱的第一个秘密 那次的经历真的是特别深刻 那天我要工作到特别晚 妈妈打电话给我 在手机响的那一刻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好烦呀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结果妈妈只是问我 说儿子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 我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 还没听到一半 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 说我在工作没时间 直到这件事情过去很久 我终于有时间回到家里 妈妈还是满脸微笑 既平和又带着关爱的 对我说 儿子回来了 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做 我突然觉得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 连亲情都不顾了吗 我竟然加班加点的工作 让别人有时间陪伴家人 而我却不能 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关于金钱的第一个秘密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梦想 别人就会用工资交换你的时间 帮他们实现梦想 因为工作 你赚到了工资 但是工资却远远没法弥补 你因为工作所失去的时间 精力和原本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当然你做了多少工作呢 这些工作价值多少 每个人的衡量标准呢 都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你要想想 老板用一个叫做工资的东西 购买了你的时间 甚至是下班和周末 还有你的家庭关系 亲情爱情 自由 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 甚至是个人的存在感 那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真正的朝九晚五 尤其是在现在疫情肆虐 大家不得不在家工作的情况下 问题是上下班没有明确的界限 包括晚上 周末 甚至是你上厕所的时间 你还记不记得因为工作 你有多少次放弃 与家人吃饭 与朋友逛街喝酒 甚至是玩你最爱的游戏 可能连家人的葬礼你都不能参加 就因为你有那些跟个人没有关系 但是对公司很重要的工作 急需你完成 即使你想呢 也根本不可能完全从工作中抽离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因为总会有短信 邮件 电话 会议和重要的事情缠着你 你只会深深的陷在你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之中 每天如此往复循环 最可悲的事情是公司会告诉你 你的职位是很重要的 没错 职位很重要 但是你是可以被随时替代的 或者你把他们交代的事情做完 或者他们会找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你做完 我不知道你们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上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法用一个简单的工资来定义的 我辞职的时候是35岁 当时已经两年没有安心的休过周末了 没有放过年假 每天24小时之中 有12小时在公司 两小时花在通勤上 那其余的时间就只剩下吃饭 洗漱和睡觉了 每天工作 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上下班 在高速公路上猛踩一脚油门 但是还持续不到5秒就要停下来 因为路实在是太堵了 当然光这一点呢 还不能让我下决心辞职 直到我发现了关于金钱的第二个秘密 我当时赚到一年30万澳币 这就好比公司给我了一堆金子 只不过金子被打造成了手铐的样式 只要我带上呢 就再也摘不掉了 那有好几次我都想要辞职啊 但是一到要下决心的关键时刻 那种害怕的情绪就会出现了 就好像有个声音呢 在我脑袋里边说啊 说Alex 你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工作呢 Alex 你这个月的账单怎么付 贷款怎么还呢 Alex 如果你辞职就成了一个失败者 你将会一事无成 就好像公司给我带上了一副黄金手铐一样 我们每天去工作 每两周或者月底拿到工资 然后支付账单 偿还车贷房贷 一旦有了工作 就像买了一份人生保险一样 我有工作了 钱在月底肯定会进账 这样呢 我就能解决我所有的财务问题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了 我们没法责备这些人啊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对他们来说呢 工作就是收入的唯一来源 我当时也是这种情况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种安排 你很开心很舒适完全没问题 只是当你想退出的时候怎么办呢 简单来说 就是完全不可能 你本来可以花时间精力金钱 建设你自己的多个收入来源 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 建设你自己的未来 但是你没有 因为你有个工作 你没法辞职 因为你需要工作 给你带来的稳定的收入 这就是我发现的第二个 关于金钱的秘密 如果你没有搭建自己的多重收入管道 你就会成为别人的收入管道 其实到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辞职了 但是真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我发现了关于金钱的第三个秘密 我们被金钱控制了 直到我们学会如何控制金钱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我给人打工的时候呢 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控制金钱 学校也没交过 朋友也没人懂 而最可怕的是老板的一句话 如果你想激励自己工作上进 就一定要时常升级豪车 因为买车的钱 可以成为你努力工作的动力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啊 我当时也是深信不疑的 也真的是这样做的 每个月我都有好几万澳币进账 把钱花在换豪车 还车贷 还房贷 买衣服 买手表 那这些我都习以为常了 因为当时的我呢 认为辛苦赚钱 就是要用消费的那一瞬间的快感 来填补的 要不然我工作是为了什么 买东西从来没有预算啊 也从来没有追踪过我自己 每个月的花费 我根本不懂财务规划或者是投资 我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我赚很多钱 只不过收入每个月 进了我的口袋 马上就要去消费或者偿还贷款 很遗憾的是呢 在工作的那几年 我根本没有攒下钱 所以在辞职的时候 手里面并没有太多的积蓄 有的只是每一个月 都要还的车贷 房贷 消费贷 和衣柜里面昂贵的西装 领带和皮鞋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我呢 感觉就是主动摧毁自己的生活和财务状态 被别人控制我的时间和生活的感觉 简直是太差了 这就是我发现的关于金钱的第三个秘密 如果你不懂得财务规划和投资 你最终将会一无所有 金钱的力量呢 并不是你可以用它来买各种的奢侈品 或者去通过消费获得满足感 金钱的力量呢 是可以用它来买回你的自由 在你喜欢的地方 用你喜欢的方式生活 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定义生活 当你明白了这一点 放弃其他的事情就显得太容易了 辞职之后呢 我静下心来 仔仔细细的审查了我的财务情况 从每个月的必要支出开始 包括车贷 房贷 消费贷 水电煤气费 汽车保养费和油费 花很多时间逐项了解了我每个月的钱 到底都花在哪里 下一步呢就是财务规划 砍掉不必要的花销 卖掉车 因为车呢是一个注定赔钱的东西 搬到离我办公室很近的房子住 省下的通勤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 那做完这些事情后的第一个月 我的固定支出就下降到了没有规划之前的一半了 那么未来呢 如果我多年前财务规划意识就已经觉醒 我会在辞职之前最大化自己的积蓄 给自己辞职增加底气 如果我当时的投资意识觉醒 我会在工作之余把积蓄用来购买 能给我带来持续正向现金流的资产 比如黄金 基金 比特币 投资房 建立多个被动收入管道 做到不用工作 每个月也有多笔不同来源的收入进账 那如果我当时的创业意识觉醒呢 就会在工作之余 开始一步步建立我自己的生意模式 只有这些系统搭建到了一定程度了 我才会把时间放在提高当时的工作技能 争取多赚一点工资 和得到老板的赏识之上 不管老板和公司给我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 为了公司 别傻了 公司什么时候为了我们着想呢 我们只是用时间来换工资 并且随时可以被替代的人而已 你别看我读了很多书啊 还在金融系统工作过 那在金钱方面我根本不够聪明 当时自己的财务意识 投资意识和创业意识 还都没有觉醒 过着很多上班族都在经历的浑浑噩噩的生活 当时我辞职的决定呢 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很傻的 因为我在没有很多积蓄 还背负着一屁股债的情况下 辞职了 然后才去慢慢摸索和学习财务投资和创业 因为我知道呢 如果我不辞职 当时上班工作下班这个循环的噩梦 我永远也无法醒来 还好呢 我很幸运啊 后来的情况逐渐变好了 如果你在看这条影片呢 也想辞职的话 千万不要跟我学 一定要在辞职之前 做好财务投资和创业的准备 我相信想要活得好 每个人都应该给你每天做的事情一个意义 赚很多钱呢 可以让你吃得好 穿得好 用得好 但是并不能让你像找到意义一样 对生活有满足感 而没有目的的赚钱呢 只能让你思考人生意义的时间变少 最后迷失在生活的陷阱里面 生活应该是充满激情 充满活力和享受的 如果你的生活失去了这三样的话呢 说明你还没活明白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应该让人充满活力快乐和有生命的 这时候你每天都会迫不及待的 盼望第二天的到来 在我辞职的时候呢 并不是想要逃离工作 而是向着我的目标 或者说我的人生意义去进发 我的目标就是帮助那些 还没有在财务投资和创业上觉醒的人们 早早醒来 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管道 早早实现财务自由 有底气 对任何人任何工作说不 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 那这也是我创立爱才说频道的初衷了 这个目标呢 在我当时辞职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 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呢 我一刻也没有停下来 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努力 当时我上班的时候 唯一的目标就是拿到工资 但是现在呢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目标工作 事实上如果你在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 一般会比你做不喜欢的事情做得更好 然后钱自然就会慢慢向你走过来 可能这就是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吧 我很幸运啊 在辞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目标了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目标呢 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财富觉醒 管理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为自己即将发现的生活目标 做好财务和时间的准备 那至于要不要辞职 只有你自己能决定 我只希望呢 你不论辞职还是继续工作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至少不会因为你落入了金钱陷阱 而不敢辞职 请您一定要在影片下面点赞订阅 这样可以帮助频道发展 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影片 有机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想法啊 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会辞职吗 请你在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呢 请您点击影片下面的小铃铛 选择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爱才说帮您财富觉醒 财富自由 我是Alex 我们下周再见咯